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减少死亡率高达85% 高风险群还要接种第四季 政府以备足医疗能量 让有需要的病人得到妥善的照顾 只要度过这波疫情 台湾就能逐渐松绑 恢复正常生活 这一年发生很多变化 不变的是台湾人的自律 善良与互助合作 战胜Omicron迎向新生活 团结在一起 我们一定可以 我在股市打拼20多年 我靠的不是免责 我靠的是专业 黑马波段 精选标普 我战无不胜的公民 你的新人生 股市万得不 大家好 欢迎收看 6月30号 最后一天 收半年线 龙脉 今天都不好 都不好 而且我今天我要告诉各位一件 很不好的消息 老师 那我不要听了 好啦 你不要听也就算了啦 不想听了 没关系 不勉强啦 好 你看一下大盘 这大盘 我先把它改 这上 这是上柜的 来 这上市的 他为什么把它改成两个 OK 这是上柜的 然后 我改一下上市的 上市上柜 OK 今天还有涨停板的股票 对不对 我没有 我今天买的股票 跌停 老师啊 我不要看了 我觉得所有的老师都贏钱 看着一个老师在说 股票在说什么跌停 我今天我还以为我买到最低 结果最后一盘 啪 跌停 哎哟 老师啊 阿德老师啊 很多人都不认识阿德 对啦 我知道啦 很多人看这个电视 都不认识阿德 有的时候 阿德没有名气 没有再连线 都没有连线 对吧 这个一定是不厉害的 所以说 他的股票 轻轻猜猜猜啦 我的讲 聚恨网 雅虎 可能是我第一个写专栏的分析师 经济日报 对吧 我相信你有做股票的经济日报 你都没看过吧 经济日报第一个 在旧事论事 还是旧线论事 我忘记的那个名声了 里面是不是都投信在写的 投信经理人在写的专栏 我是唯一一个不是投信经理人 在里面写的 有的人说 阿拉斯要你怎么连线 以前非凡商业 我就有连线 最近为什么没连线 可能个性的关系啦 可能是个性的关系啦 因为我讲股票跟做人一样喔 有时候讲话太白了 太直白了 不想拐歪摸一下 不想骗人 没想要骗人 我如果要骗人 我很合格 罗老师你现在打算很合格 我不是这样讲 如果要用骗的 其实我会很轻松耶 我每天通通不用准备资料 我每天就在那闲逢闲逢 收盘看到哪几支股票 早上叫那个助理印一堆 就这支可以由这讲 由这下去 或者是叫助理用那个手机 对吧 你们很喜欢这个嘛 你们看清楚 有没有大赚 连赚 一直赚 赚不完 对不对 只有阿德笨笨的 我买什么股票就直接告诉你 对吧 好啦 我告诉各位 你叫盆城 我本来还以为我买最低耶 对 最后一盘跌停 最后一盘跌停 我本来还以为我买最低耶 真的啊 我本来还以为我买最低耶 是不是 所以我没有告诉你 说我们在做股票 大捷才是大机会啦 我相信今天没有人敢进场去买股票 那阿德进场去买股票 为什么 难 你听我讲 如果你告诉阿德 不要这样说好了 阿德告诉你现在是空头 你信不信 我相信喔 百分之九十九的人都相信 为什么 因为你都不敢玩啊 你们都不敢玩啊 所以你们认为现在是空头没错 对吧 你们现在认为是空头没有错吧 可是你告诉我 现在能不能买股票 就这样就好了 今天是六月份的最后一天 接下来下半年 你想不想一块变十块 很多人都说当然想啊 这个谁都想对不对 好 那如果你要一块变十块 那你就要回答这个问题 股票可不可以买 对啊 你要很真心的回答这个问题啊 股票如果不能买 就算他变一百块也没有啊 对吧 那股票能不能买 如果你今天反问阿德 老是下半年可以买吗 我说可以 因为大行情都出现在大跌 对不对 因为现在国安基金讲话了 对吧 所以他接近什么 跌势的末段了 第二个 杀龙之 龙之杀完了 他就不会再跌了 对不对 好 那我现在问你一个问题 我问阿德问你啊 老师 你只要用问我 我就没有信心啊 你要有信心 我要告诉你 11月8号 什么日子 嗯 老师啊 你知道 现在接下来是7月1号 问我11月8号 11月8号是美国的其中选举 等于说总统的其中考试 有中的吗 有啦 来 我再问你 11月26号 老师啊 11月8号我都不知道了 他还要问我 11月26号 我告诉各位 11月26号是台湾的县市 及议员选举 对不对 市长及议员选举 对不对 高票给了 棒给了 你认为考虑 我告诉各位啦 你不要想太多啦 不能让他跌啦 所以要买 废办有没有破底 没有破底啊 废办哪有破底 所以台湾要破底吗 啊 就算破底 是不是要赶快买 啊拜登说 啊没关系啊 让他跌 让美股跌 我通通不要做动作 让他跌 从7月开始一直跌 有可能 不可能 不可能啊 不可能啊 还是我们的总统 我们的政府 让他跌 让台湾跌 让他一直跌 跌到选举前 你说议员有可能 所以我就跟你说 机会来了 有什么机会来啊 有两项证据 我跟你说 你要记得清楚 这个 很重要 去年他讲什么 还没有疫情 疫情当中 他讲什么 没有啦 经济要得很好的啦 所以他现在呢 看不见了呢 暗示要生息 对不对 来 去年的鲍尔他讲什么 啊 你生息还很圆啊 啊 今年呢 今年喔 说要软着陆很难啊 那边一个人 同样一个人讲的话不一样 为什么 实际不一样啦 股票市场在变 所以现阶段你要有信心 因为他们所有的事情 总而起来 你就知道说 这些政治人物 这些厚人 这些头人 这些头人 做抗费 都深思熟虑 你们相信喔 我举个例子 最近有这个大消息 平均电价涨8.4% 平均嘛 最高的涨15%嘛 对吧 为什么政府这样做 为什么 你没想到齁 就想到 因为现在新北市 是不是说 人家说 如果两个一栋 再野党 最大的诸侯 因为恩恩那些小朋友的事情 他民调下滑 很严重 对不对 那如果有孩子的家长 大家起到死 起到这样 加到这起到不对 所以我现在 如果电价调高 一下子升到顶 我跟你说 谁来敢反对 没有人敢反对啊 你 现在说不敢死 你要再来反对 你就害了你 对吧 所以说 现在你想想看 如果政府通通是要看多的 他要找机会做多 你要做吗 当然也要做啊 你如果不要做 就想说今天跌下来 我再说一遍 哎呦阿德 本来以为我还买到最低点 结果最后一盘说收跌停 那为什么你要买这个 道理很简单啊 因为他是市场的独占 今天说老师啊 人家那个台班 他是跟着台班跌的啦 台班在杀融资啦 台班人家因为赎费啦 台班就是因为 投信买太多 都可以啦 随便你讲啦 对吧 反正现在大盘 你要看 先高両有刷 没有啊 大盘的成交量也是有2500亿啊 就代表说 大家都不敢算啦 大家都不敢算 又接近到最低点的时候 机会就来了 所以我给你鼓勵 你一定要买 你一定要买 就像说我今天叫我的新会员 进场买盆程一样嘛 为什么要买它啊 我都说老师啊 台班在那里 台班跟盆程有关系吗 没有关系吗 有啊 它会怎样 会带动整个族群下跌 可是重点不在这里啊 盆程在所谓 他寡占发电机二级体的OE市场 什么叫做OE OE又分为OEM到ODM 对吧 那还有一个叫AM市场 就是售后市场 我会说如果是OE市场 车用二级体全世界市占超过八成的就是一 没有人 所以你要做股票你要做什么 做第一 第一 如果现在大行情 如果合股票 买股票 大家都在 我就跟你说这种的东西 你就要求 老师啊 这去一宅了 我不敢说啦 你在说的 说这个 我不敢买啦 不敢买 不敢买 今天 我出三道菜给你 我三道菜出给你 如果你喜欢 那你留哪去 试吃 好不好 青菜老婆各有所好嘛 对不对 我不行 你一定要买到一支啦 来 这有一支叫做蒋万安 这有一支叫做陈时中 这有一支叫做黄珊珊 你教他一支你来去找 阿德陪你抄底 你要有信心嘛 阿德再说一遍啦 为什么大盘现在要买 因为国安基金 不敢出声就不敢出声 今天出声啦 为什么他今天出声 因为他看到融资杀快光了 对不对 对不对 融资快要杀光了 就代表快要见底了 那快要见底了 就赶快进来买 你问为什么要见底 合股票 败股票 都在下 要啊 要啊要是 起到公平台积电 比较厉害 今天就下了 合一跌停 生气股不是说很好 是啊 他为什么会跌 因为老师一天不败股票 他合股票啊 他跌啊 老师二二六位航海王 哇 也是跌啊 一天不败股票 合股票啊 那为什么会跌 合股票 败股票 现在都要跌啊 为什么 因为他要做感底的动作 所以我不知道 你记回来 你记回来 要买什么 我知道你不敢会 所以我们叫 这三道大菜 你喜欢谁 阿德跟着你一起朝底 弄在这 这样 有政客吗 你看全国的所有的分析师 跟人家像阿德的同样 做什么告别 直接跟你说 用老师亲的吗 你以前的绩效好 不好 你如果说到这个 我就有点生生气了 用老师啊 你讲话就讲话 你还生生气 真的 我会生生气 你们相信 来 阿德是不是第一个 所有全中华民国 全中华民国 所有的分析师 所有的分析师 第一位 请你买电动车的 是不是 到今天为止 有没有改变 没有 来 看一下 因为太多了啦 代表做太多了 尼尔金宏 我告诉你的时候是多少钱 四十几块 如果是人家最多 三十几块 咖喱厉 我就不行了 四十八块 对吧 一波起起来五百% 老师好厉害喔 这不厉害 中华化 是不是阿德第一个讲的 是不是 是不是第一个讲的 四百九十五% 我只算一招 是不是买中华化 是第一个请你买的 我说不用拆嘛 就是电动车嘛 你说金宏是在做电动车 两轮的 两轮的跑得比 四轮的快 啦 你要记 如果有认识的人 是不是叫你买的 没错吧 宜利店 宜利店我就跟学长开个玩笑 对吧 当时我在开玩笑 五百八十三% 对或不对 你带上 你如果一百万 你如果一百万买五百万 五百万买多少 你带上 这还不厉害 这个天狱 也是阿德第一个告诉你的 是不是阿德第一个告诉你的 没错吧 好 这是过去 那未来咧 老师你有证据没有啊 你都可以去我的网路上查 我不会盖牌的 如果没有事先告诉你 都是假的 对吧 我不要一张一张翻了 这个都 你都可以去往上上卡 看啦 阿德有没有第一个 叫你买电动车的 好 重点来了 今天为什么 老师啊 你如果说得那么厉害 为什么你今天捧场 会购买 那很简单啊 如果 现在的电动车 它就要电池 电池是决战全世界 不是 所无的电动车都需要电池 特斯拉需要 小鹏需要 未来需要 连鸿海也需要 你们说这鸿海 为什么要跑去印度 有的人说 老师阿 他都要外语错喔 他在印度有什么 有矿产啦 那你了解不 了解喔 来 所以说 今天 你想赚钱 统统不用客气 想贪的啦 想贪的啦 我给你信心啦 股票在这儿给你看了啦 股票直接给你看了啦 你喜欢蒋亘亚亚 olds吗 我知道很多人喜欢他 帅嘛 圣诗中也不错阿 有很多人喜欢他 为什么 原因他防御有层吗 还有很多人喜欢美女嘛 黄杏杏嘛 对吧 是不是 精明干练嘛 好 我再问你 你喜欢哪一道 你只要打電話進來 有人說老師啊 我可以刷QRQ直接拿嗎 可以 只要你刷QRQ 姓名留著 姓名留著 電話留著 喜歡哪一個 我就給你 是三次都要 不可能 你怎麼三次都有的 要經過阿德 為什麼 因為你至少要有幾千萬吧 你沒有幾千萬 你一回沒三次 怪怪啦 對不對 好 你一回沒三次 你喜歡誰 自己挑 下半年一塊變十塊 你沒有信心 我再告訴你一次 你一定要有信心 為什麼 因為兩個重要的選舉 都在11月 不可能等到9月才起漲 你這樣了解 了解 了解 我先進一下廣告 成為股市真正的英雄 英雄專線 頂二 抱一二 五八五八 五八 亞太國際證券投顧 官網服務 歡迎入地零 請搜索關鍵字 亞太國際投顧 頂尖團隊頂級享受 軟體下載專業研究 亞太國際證券投顧 零二 八五一二 五八五八 全新的操盤策略 全新的尊榮服務 創意理財 尽在亞太國際投顧 零二 八五一二 五八五八 動盪不安的時代 才能創造不同的價值 三八八 十世造英雄專案 幫助您在困擾的環境中 成為股市真正的英雄 英雄專線零二 報一二 五八五八 阿公確診了失智症 這是我們感受 最低落的一個時刻 很多時候 確認 才會讓我們更清楚 如何面對未來 善用政府的長照資源 幫助了我的阿公 也幫助了我的家人 在市場上 我在股市打拼二十多年 我靠的不是免職 我靠的是專業 黑馬波段 精選標部 我站無不勝無公務 你的新人生 股市萬得福 歡迎回到現場 真的啦 這個行情真的喔 难得一见 你看美国没破底 美国有其中选举 我们有县市 县市长及议员选举 所以这个市场 没放给它 因为道理很简单 你所有在做股票的人 你不管你做几年 做十年 二十年三十年 你都在等说 国安基金出售 大半差不多要建议 那什么时候会开口 其实道理很简单 你如果看到农资台要刷 那我们也知道 农资台要刷就有没有见底 现在就是这样 见底的讯号是什么 好股票坏股票通通给你杀 都在台 现在台你不敢买 杀的你不敢买 好股票你手上 明明我的股票很好 为什么照杀不误 那扣起来就对了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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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诶 佑老师啊 你在说这样就差不多 五秒钟就说啥 我跟你说那一支股票都做二十年 你不敢买五倍 要人买十倍 你要用时间 现在时间刚刚好 现在时间刚刚好 所以我准备三道大菜 谁你喜欢嘛 你喜欢讲那样可以帅 陈时中可以防疫 黄山山可以 可以通通可以 只要你愿意 这里 下半年一块 变十块 不会再跌了啦 快要见底了啦 不然今天会这样抬 你看不管什么股票 就要涨高的先杀再说 对不对 就是要见底讯号 我讲给各位听 各位一定懂啦 来 我们要抄底 你要抄哪一支底 你喜欢我就跟着你一起抄底 打个电话进来 或者是刷Q啊 要十明治喔 你不要说 老师啊 没关系 你要十明治 我又没有叫你入会 对吧 下半年一块变十块 这不是讲假的啦 你可以去我网站上看 这我第一个讲的嘛 中华化也是我第一个讲的嘛 以利电邮是我第一个讲的 天狱也是我第一个讲的 通通是第一个讲的 现在我要告诉你 我们来一起来做 等五倍没算什么 拿一个多头市场吃好谈 让你吃吃 祝各位朝着顺利 明天见 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